接着要告诉你展览消息 去年是台湾议会设立请愿运动100周年 立法院议政博物馆 特别举办了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百年展 获得各界的热烈回响 所以宜兰市公所有改于如此优质的展览 应该和宜兰的相亲来尽情展出 所以因此特别向立法院来借赞 一起合办这项相当有意义的展览 所以从现在开始在宜兰人故事馆展出到4月3号 欢迎大家踊跃来参观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从1921年开始持续到1934年 历时14年 这一段期间台湾士生林献堂 林成璐 蒋渭水 蔡培活等人 共同向日本政府请愿15次 虽然没有成功 但也促成日本政府1935年举办台湾滴场选举 这个跟我们的基层能够也陆续展 那刚好这个我们宜兰市 他也是我们蒋渭水的故乡 所以特别来这边当作第一站来展 我们非常的感谢 而且也觉得说能够落实 把这个所谓的民主的这个历史跟传承 能够有效的让我们地方政府能够来承接 然后让地方的人民能够来接受来参观 我觉得这个是意义深言 为了让宜然乡亲了解台湾民主发展过程重要的转捩点 宜然施工所特别向立法院借展 一起合办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百年金华展 并在蒋渭水生日的今天 隆重在宜然人故事馆开展 我们的宜然先贤 蒋渭水先生 曾经在我们1920年代 30年代 大力的来推动我们的地方的自治 民主的意识 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议会的请愿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那今天很特别的一个日子 渭水先生今天是他的生日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 在这样特别的地点 然后有这样特别的一个展览 我想100年的一个请愿的一个精神 在我们现在还是继续的延续 宜然市长江中渊表示 百年来台湾民主政治这一条路 从来就不是一条平坦好走的路 今天我们能享有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 要感谢台湾先贤不畏困难 他们立抗强权的牺牲和奉献 有很多民主前辈 在各项的请愿运动上面 做出很大的一个付出 让台湾的民主可以落实 宜然人故事馆就是以前的宜然县的旧县议会 来展出也特别有意义 这次我们可以透过 这个由我们立法院游锡棺院长的协助 让我们可以在宜然展出这么优质的一个 这个策展的内容 我们也感到相当的一个荣幸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这个展出 让我们的乡亲 让宜然这个民主胜地 对于我们议会请愿 或者是相关这个民主过程 很多前辈的付出上面 我们能够更加的一个了解 来落实我们要推动民主的真谛 民主胜地在宜然 民主精神续传承 宜然新闻记者 賴福新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